好 現在就是食安問題連環報 名將及苗栗縣議員陳光軒 十四號到苗栗頭份的一間 迴轉壽司店用餐 經見由小強出現 爬到了壽司盤上 他當場食慾禁食 直呼不敢吃了 苗栗縣衛生局貨報前往稽查 業者也發出聲明稿致歉 苗栗縣議員陳光軒 剛吃完壽司 一隻小強卻突然現身 衝進盤裡頭狂舔醬汁 讓議員當場傻眼 拍下拋文之後 表示食慾禁食真的不敢再吃了 議員表示十四號當天 到苗栗頭份一處 娛樂廣場內連鎖回轉壽司店用餐 卻意外直擊小強現身餐桌 當下服務員有致歉 並進行消毒 但影片曝光網友人直呼好噁心 苗栗縣衛生局接貨通報後 也立刻前往稽查 因應保齡事件 食藥署要求各縣市 強化百貨公司大賣場 有美食接的餐飲業者機場 共有三十八家餐飲業者 即日起 衛生局食品衛生科 將進行實地補導機場 而業者也發出聲明稿致歉 表示將會進行全面清銷 議員也判衛生局 針對全縣餐飲業全盤檢視 以免民眾使不安心 接著彭光許 苗栗報導